前的这个紧张情绪 它是一把双刃剑 它是有两面的 就是说程度的不同 如果您有一点点紧张的话 是好的 为什么呢 这一点点紧张的情绪 能让你血压上来一点 能让你精神振奋一点 其实是有利于帮你调整到 一个相对不错的表演状态的 是比波澜不惊 不痛不痒 麻木不仁的那种心态呢 是要积极的 是要好的 对 适当的紧张 我说的是 这个也是很多这个专业声乐的表演者 专业演员 他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时候 就是我还记得我师父戴雨强老师 他之前有一次聊天的时候 他在想嘛 哎 我好像有一次 我们有哪位同学说是紧张怎么办怎么办 他说 戴老师又说 有什么可紧张的呀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上台已经是不紧张了 我想办法怎么让自己紧张一点 哈哈哈哈 当时就觉得特别好笑 但是此气象啊 是有道理的 对 就是作为老演员来说 他可能是就是上台上多了 这已经是成了生活了 成为常态了 但是就是上台可能就不兴奋了 不积极了 没有刺激了 这反倒也是个问题 就得找点招 怎么让自己兴奋起来 调动起来 所以说你看 戴老师唱歌特别的这个热情洋溢啊 这个肢体动作也很多 也很投入 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方式和方法 来调动自己的情绪和兴奋点 所以说我刚才说的这个适当的紧张 是有有利的啊 但是呢 我们绝大部分的朋友可以说呢 这个紧张情绪呢 不会说是适量 有的时候可能就超过了这个范围了 就可能是略紧张 或者是比较紧张 那这样呢 一般这样来说的话 就会或多或少的影响到自己 在舞台上 在赛场上的这个表现状态 我曾经也是这个过度紧张中的 一员 但是呢 很有趣的是就是 我从音乐学院吧 从徐音乐学院开始学习 那个阶段呢 那个上台 我其实是自己很紧张的 但是我很多很多的朋友啊 很多的同学啊 他们其实看不出来我紧张啊 很有意思 他们说啊你紧张吗 感觉你这个台风还挺稳健的 我说其实我内心是紧张的啊 所以说这个现象呢 等一会儿也会给大家 这个提到我们从深入的去了解一下这个我们这个舞台的这个心理的时候会挑到为什么你自己是紧张的但是别人看不太出来啊 这也是手段之一 就是说 首先呢 你过于紧张的话 对于我们歌唱者来说啊 对于其他行业也可能一样 但是对于我们歌唱者来说 是有这么一个影响 是什么呢 比较明显的 就是你的气 这是最直观的一个影响啊 这个就是说 过度紧张呢 会怎么样 会导致我们提气 为什么我们会提气 是因为我们紧张情绪导致到我们血压的过度身高和心跳的加快 心跳的加快 身体耗氧就多 你就得 比平时吸更多的气 但是比比超过平时状态的气气 我们人本能的会怎么样 就会这样吸 一个高的一个深呼 一个一个高的呼吸和急促的呼吸 嗯 但是这个呼吸状态 恰恰 是我们歌唱呼吸的 一个反面 一个敌人 就是说 我们歌唱的呼吸 是和它相反的 是一定要悠长 并且是怎么样 并且是深 深呼吸 所以说 我们没经过训练的 或者是没有经验的朋友们 上台有的时候紧张呢 过度紧张呢 就直接会导致你的气 是提起来的 导致气 提起来了之后 从声音上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般来说 就是 声音会 发抖 为什么声音会发抖啊 因为我们气提上来了 我们的喉咙就怎么样 喉咙就非常的紧 首先这喉咙是很紧的 因为这一块是非常紧张的 你喉咙很紧呢 出来的声音它自然就是不规律的 比较有紧张感的 有压迫感的 另外呢 一个高的气息支持 也不能获得一个松弛的 流动的声音 所以说呢 一般是这个状态一开始呢 你自己会给自己一个反馈 就是 哎呀 我紧张了 对吧 我紧张了怎么办 甚至 我了解到的 有这个过度紧张的朋友 甚至就有的时候说 让我上台去唱 有的时候就感觉 一紧张起来 有感觉谁能从 把我从这个舞台上救下去 就是那种求生感 甚至都出来了 真的是这样的 对 就是说这个过度紧张 对于舞台表演 真的是一个 一个非常大的敌人 包括比赛也是 包括比赛也是 比赛有的时候比演出 甚至还要更让人压力大 可能我们这个声音爱好者们 可能是参加比赛的时候不多 但是我们专业的 从事音乐学习的 包括音乐专业工作的 这个朋友们 经常会参加比赛 大概 因为周围有很多比赛 有的时候去参赛 参赛的时候 大家肯定或多或少的 有比紧张情绪 和这个演出情绪呢 在演出情绪的 这种紧张情绪之上 还要加上 评委 对我的审判 有这么说 多双专业的眼睛盯着你 给你打分 就是很害怕 就是生怕自己 达不到自己好的状态 甚至是正常的状态 陷入一个紧张的情绪 另外呢 还担心同行的竞争 对吧 这个比赛一般都是 身边都是同行 是吧 就是比赛嘛 谁不想获得一个好的成绩呢 有点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这个有点功利心啊 有点这个求胜欲啊 这个都是很正常的 都很正常的 所以但是这些东西呢 如果是把握不好的话 它很正 很顺其自然的 就会成为主要引起 我们紧张的这些因素 等一会儿我们也会 这个从根本上 跟大家分析一下 这些原因 刚才讲到了这个 紧张对于这个歌唱的一些 发声上的一些负面的问题 下面我们就大致的讲一下 有哪些方法和手段 甚至可以说啊 心法 心法 去对抗 这个紧张情绪 这个 朋友说 我一上场 心跳就急剧加快 非常好 我们就从这位朋友的 这个 这个 他的这个情况 来入手 一上场 心跳加快 必然会引起 这个 八年快乐台下的观众 都当成萝卜精彩 还挺压运啊 非常好 这个也是我刚才 我等一会儿需要讲的 确实有需要 有这样的心理 首先 第一个 上去 之后呢 上台之前的准备 有这么几点准备 这也是我自己的经验 先我跟大家进行分享 第一个 深呼吸 就像 小朋友 或者是学生 在学校 要考试了 紧张 怎么办 老师经常会 集体的跟同学们说 这个时候 需要深呼吸 把紧张情绪 安抚下去 为什么深呼吸 能够 让你的心 加速的心跳变缓 让你的 稍微升高的血压 下来 为什么 因为深呼吸的时候 我们往往都发现啊 我们的肺部 甚至每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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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气管的 末梢 都能够 进入 充分的氧气 来给它 空气 来给它提供氧气 来让自己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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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氧带细胞 变得多 啊 然后提供 我们一个 正常的一个 精神和体力的状态 恰巧呢 这个 深呼吸 也是我们 歌唱 所需要的 一个深呼吸 啊 只不过 我们歌唱的 深呼吸 是一个 把气 储存在 位置较低的 一个位置上 不是我们正常的 理解的 那个深呼吸 这个深呼吸 对于歌唱来说 太高了 啊 我们要深呼吸呢 就换 换成歌唱 所需要的 那个深呼吸 就是 以什么 以我们横膈膜的呼吸 我们横膈膜的呼吸 是比我们的 这个 这个胸 胸式呼吸 要稍微低一点的 一个呼吸 你可以理解为 是腰腹部的 一个扩张 腰腹部的 一个 整体的扩张 嗯 对 吸在那 对 要保持这个胸部的 一个 一个放松和塌陷 啊 挺起 但是放松 啊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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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 参与紧张 更多的是 腰腹部 我之前讲的 那个轮胎呼吸法 是腰腹部 对 这样呢 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呢 第一个好处啊 放深呼吸 放松 哈欠 非常好啊 这个说法也很好 第一个好处就是 既能让你的身体 获得充分的氧气 来平缓 你急速 加速的心跳 又能 帮你找到 等一会儿 你上台 应该需要的 那个呼吸 支持的方式 一举两得 所以说 我叫这个是 上场前 歌唱式 深呼吸 大家可以记住这个名字 也可以记住这个方法 啊 这个是非常 有效 甚至说是 比较 这个 实用的 这么一个方法 歌唱式 深呼吸 另外呢 还有什么 就是 我 我现在先说这个 这个这个 实际操作上的调整 另外呢 我希望大家 在上台之前啊 多做一点 热身 什么热身呢 就是说 很多 很多朋友 同学在比赛之前 上台演出之前 只关注于嗓子的一个开声 有的时候甚至 还开过了 开累了 啊 我盯着高音寒 为什么呢 因为紧张 不要 按我刚才说的做 先做好歌唱式 深呼吸 哎 刚才这个 这个雪山的这个 这个朋友 诶 综结得非常好啊 已经给我们打出来了 这个歌唱式 深呼吸 啊 腰腹部的一个 深呼吸 多做几次 心情平复之后 脑子里 对这个歌唱 这个呼吸 又竖了之后 再怎么办 做一点适当的 肢体上的活动 和运动 在此呢 我推荐几项热肾运动 啊 首先我们要理解 这个歌唱前的热肾 不能剧烈 不能太剧烈 高抬腿啊 什么 什么什么跑步啊 爬楼梯啊 杜绝 任何高强度的 有氧运动 都是要杜绝的 啊 我们可以用一点 半有氧 半无氧的这种方式 就是说 一定要达到 活动开自己的筋骨 但是 又不至于让自己很累 不让自己气喘吁吁 可以做点什么呢 扩胸运动 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好的 上场之前的 上台之前的 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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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身操 扩胸运动 啊 这个 包括这样 伸展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歌唱 需要一个放松 和打开的胸膛 啊 刚才气息是 很多朋友呢 有的时候会出现 什么问题呢 紧张情绪 直接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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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导致胸部发紧 啊 胸部紧起来了 这就不会有一个 好的声音 啊 这会影响到你 喉咙的放松 和打开 啊 这个扩胸运动呢 能够充分的 让你感受到 你的气息 充分的感受到 你一个放松的 这个这个 这个胸膛 等一会儿唱歌的时候 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支持 对 来几张太极拳 也非常好 非常好啊 对 扩脑运动 这 雪山说 扩脑运动 扩胸运动 我们不是扩脑运动啊 呵呵 脑能不能扩 啊 这个 扩胸运动 啊 扩胸运动 是非常有效的 啊 帮你打开胸膛啊 在此呢 顺便跟大家说一个 这一个好的呼吸 和好的胸部的 一个感受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做 这么一个动作 看我啊 这个手伸上去 伸到最顶 高的不能再高了 然后 从两边滑下来 大家跟着坐一下 啊 跟我一块坐一下 来 往上高 高的不能再高了 当然是站着啊 不能再高了 然后 从两边滑下来 对了 记住 这时候胸部的状态 感受一下 是不是打开又放松的 是不是充分的打开了 对 像游泳 对 是不是充分的打开了 对 多做几次 这个 这个 就是歌唱的时候 你胸部应该有的一个支持 你看好的歌唱家 永远是挺着胸唱的 没有一个好的歌唱家 是这样唱 是锅着唱的 厚着唱 这样唱的人 这样唱的这个歌手 一般来说 声音都有他的局限 局限性 一定是一个打开的挺起的胸膛 是吧 是昂扬的一个 一个 一个状态 对 所以说这个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对 对 用心去感受一下 现在这个 打开之后 我胸膛的状态 我唱歌也要这样表达 对吧 我唱歌也要这样表达 千万不要 给自己 舒展示 扩穷运动 这位老师 这个总结能力非常强啊 你已经成我的助手了 我感觉 非常好 对 就是舒展示扩穷运动 对 刚才讲了两点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第一点 歌唱是深呼吸 歌唱是深呼吸的放松 对 多做几次 又能够平复你的紧张情绪 又能够帮你找到 等一会上台的时候 需要的一种歌唱的支持 一举两得 心里有数了 对不对 要不然上台 我怎么支持来着 我这歌唱 我吸气吸到哪来着 忘了 这就坏了 这个 这个呼吸支持 呼吸放松方式 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尝试一下 另外呢 这个我这个朋友 这个 舒展示扩胸运动 既能够帮你找到一个好的胸部的一个支持的状态和打开放松的一个感觉 又能够怎么样 活动身体 另外呢 我们可以稍微的淡一下我们的腿 或者是做一下伸展运动啊 拉一拉我们身上的每一块这个筋肉 让他保持一个兴奋 有活力的 这么一个状态 这个是 就是说 有很多很多很多 甚至很多 非常好的歌唱家也都说啊 这个上场之前的一个好的 一个好的这个身体活动啊 一个好的身体活动 也是一种开胜 甚至比这个单独的刻意的去开胜的效果还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生态啊 是两片淡蓝色的肌肉 健康的生态是两面 淡蓝色的肌肉 是长在我们身体里面的 它是我们身体肌肉的一部分 你身体其他部分的肌肉活动开了之后呢 他们有一个什么状态 从生理上来说 身体上其他的肌肉的状态 有一个微微的冲血的状态 这个肌肉有一个微微的冲血的状态了之后的 就怎么样呢 血里面的有氧的气泡那些 能量就能及时的传达给肌肉 让这个肌肉变得更有活力 更有弹性 更听你使唤 对不对 更灵敏 嗓音也是一样的 你身体整个活动开了之后 整个身体肌肉的状态都处于那样一个稍微兴奋的冲血的状态之后 你的嗓子也是有一点略微的怎么样 冲血和红肿 我们开生的目的是什么 开生的目的就是把你一个完全休息的很好的一个声带 淡蓝色的或者是白色的一个声带 就是休息的非常好的一个声带 让它达到一个略微充血和水肿的状态 和肿的状态 不是水肿 肿的状态 这样就怎么样呢 它振动的频率就更佳 它灵活度就更高 大家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我们恋生就是说 张老师你怎么说声带充血了不是很可怕吗 声带充血了就没法唱了 声带充血反而不要过度充血 略微充血 把它唱到一个粉红的状态 恰恰是我们开好声乐的一个标准 这个时候你的声带是真正开始工作的 真正准备好了高效率的工作的 当然要通过正确的方法演唱 让它始终能够持续的间歇性的保持在这个微微充血的状态 不能用伞过度 不正确的方法或者是过度的喊叫 都会导致这个充血过的状态 变过了 多了就不行了 过了之后呢就怎么样 就开始有点急性水肿 这个时候呢 就超过了这个合适的状态了 对就是粉红色的状态 略微充血 你休息好了早上起来经过一晚上的睡眠 这个声带状态感觉非常好 其实它就是什么 就是非常白的 非常甚至是淡蓝色的颜色 但这个时候的声带其实不适合演唱的 早上起来是嗓子是开不了的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不够积极 所以说我刚才说的全身的肌肉呢 和声带其实是连在一块的 是我们整个一个循环系统 它是在一起的 你在身体上的一个 把身体调动起来的一个 一个感觉 其实就是对声带的一个刺激 这也能帮你 调整到一个相对不错的一个感觉上 我们刚才说的这两个方法 是从身体上 是从生理上 跟大家交流的这么两个小招 两个技巧 就是怎么平缓自己的这个紧张的心态 我下面要给大家交流的呢 是心理上 应该怎么调整 我管它叫心法 听着有点像 有点悬 有点像黄阳明的心法 其实是一回事 心法呢 其实就是什么呢 心理调整的办法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生理上的调整很重要 它能够从生理上 从体力上 从身体上 帮你获得一个 身体上的一个积极的 但是又平缓的放松的状态 我认为心理上的调整 比生理上的更重要 也就是说现在 其实我随着我们科学的发展 现在也知道 就是人的这个心智啊 人的精神活动状态 其实有的时候 比我们生理上的活动 我这个身体上的活动状态 更加的复杂 和频繁 更加的深刻 更加的深邃 更加的不可琢磨 也就是说 为什么现在我们大家 我们现在医学 那么注重人的心理健康 其实紧张情绪 焦虑情绪 患得患失的情绪 都是我们很正常的 在舞台上台之前的一种 正常的心理的情绪 我们要怎么样 要科学的 正确的去面对它 然后找到一个 合适的方案 我不是学心理的 我也不是心理医生 但是呢 我是一个有一点经验的 一个歌唱演员 我是经常上台呢 我也是总结出了一些 心理自我疏导上的东西 首先呢 我们要了解 我们上台演出 或者是上台比赛 这么一个事情的 它一个实质 它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我不知道 大家思考了没 我相信啊 更多的朋友 其实更多的关注于是什么呢 其实是更专于 关注于这个形式 这个形 这个歌唱家一定是心卡高手啊 反正是这个职业歌唱家呢 职业歌唱演员呢 他就多年的正台 他肯定是有自己的一个体会和感受的 也是经验之谈啊 就是大家 我为什么刚才说 不要大家 不要被这个形式 所束缚 什么形式呢 就是最开始跟大家提到的 就是我上台了 大家都看着我 我的一举一动 都会被放大 我犯一个小错误 可能在台上就是非常出丑的一个错误 我害怕出丑 当众出丑 嗯 比赛呢 就是说比赛 我 我今天 万一我这一刻 要是发挥不好 那我可能 之前几个月 几年的准备 就都 就都毁于 毁于一旦了 或者是 如果比较大型的比赛的话 我这个扬名立万的机会 就这么 就这么 因为我的紧张情绪 就 就溜走了 从我的手指的缝里 我接受不了 越这样 越紧张 越给自己的压力越大 无形中呢 气也提起来了 嗓子也紧起来了 语言也不对了 也忘词了 什么都来了 这就是没有 没有 很好的理解 上台 表演 是一个什么形式 其实呢 你应该把它 当成一个享受的过程 你也可以理解为 我要把这件事情 当成我享受的过程 我让我自己快乐的过程 其他人的快乐 也重要 也不重要 我在下面打磨我的技术 修炼我的歌唱 到了台上 我更多的是享受音乐 甚至有的时候 这个想法是唯一的道路 就是你只有这样想了 你才能成为一个好的表演者 没有二法 也就是说我们很多这个演员 曲艺姐的演员 也尤其啊 也就不光曲艺姐的演员 所有的演员 有的时候就说什么呢 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 也是非常值得思考的 什么也是我们演员圈里的一句话 就是上了台啊 你要脸 就是不要脸 不要脸 就是要脸 有意思啊 听着还挺辩证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职业的演员 为什么上了台都撒得开 职业的歌唱演员 激昂的时候是那么的激昂 忧愁的时候 他那个情绪是那么的能把你带到一个 一个悲伤的状态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不要脸 这个不要脸是要加引号的啊 这个不要脸是什么呢 不是说你没皮没脸啊 没有羞耻心 不是的 是要什么呢 是要上台了 如果你作为一个职业演员的话 你就不能够太关注于自己的形象 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什么印象 有的时候越想这个 越出丑 就是我刚才说的 越不要脸 就没脸了呀 你在台上 这干嘛呢 这一紧张 什么都不对了 人家说 这人干嘛呢 快下去吧 多难受啊 他也难受 我们也难受 对不对 有的时候你不要脸了 我管你什么的 我就是陶醉于我的音乐 我就是开始唱了 对吗 投入音乐 投入人物 投入情绪 反倒给别人一个什么呀 一个引人入胜的感觉 别人会 哎呦 这是一个好的表演者 好的歌手 对吧 有的时候甚至这就是唯一的道理 唯一的道理